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有一名浙江大學的教授叫做黃河青 說的名字很厲害 通常黃河都是族的 他在進行一次講座的時候就宣稱 說西方有很多的所謂古代遺跡 都是現代的時候偽造的 比如說雅典的巴特龍神殿和埃及的金字塔 果然就是語不驚人勢不憂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大陸有很多的秋沙船 就被台灣方面發現得到 原來就去了台灣周邊的海域那裡進行秋沙作業 路透社就形容 這個是大陸對台灣方面所發動的所謂灰色地大戰爭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那位戰狼教授到底說什麼 這位黃河青教授宣稱 從19世紀到20世紀 西方社會就大肆地偽造一些歷史文物出來 不惜耗費巨資 到處偽造一些古代遺跡 將古埃及 古兩河流域 和古印度文明的地位提升 從而將這三個文明 虛構到比中華文明更加古老 他的意圖就是用大量的虛高假象 搞亂世界歷史的真相 最終就達致弱化中華文明的光輝 所以這位黃河青教授就認為 西方虛構歷史 偽造古代遺跡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貶低中華文明 他就說了一個論點出來 到底有沒有論據呢 他竟然說有啊 你聽聽就知道了 他就通過網絡找了很多的所謂資源出來 獲得到大量所謂罕見 以及從未公開過的一些西方古籍插圖和歷史照片 他認為 是無可置疑地證明得到 很多西方遺跡都是偽造的 他又以埃及胡夫金字塔為例 宣稱 有一名法國的著名化學家 兼材料科學家 早在上世紀的80年代 就已經進行過採養的 物理化學分析 證實得到 除了有小部分是天然石化以外 大部分都是人工合成的 石灰石運營土 而有另一名的 美國材料科學家 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實情 他說這些所謂證據 就真的留過留定堅 這些所謂的 什麼 人工合成的運營土 不是現代科技才能製造的東西 比如說說說偉大的中華文明 在這個 老觀台為止 以及大地灣為止 位於 陝西甘肅一帶 都曾經發掘出一些 類似於運營土的物體 證明得到 早在幾千年前 就已經存在著這些東西 而且在古羅馬時期 運營土是進一步得到了廣泛的改良和應用 所以這個什麽十九教授 千萬不要看到運營土 以為一定是現代偽造出來的 他可能以為是那些田裸車 倒石屎倒出來的 是為之運營土 這些技術根本上 自古以來就已經有了 哎 真是 如果說是偽造的金字塔 和私生人面像 我真是發現了 有一個 不過就不是在埃及 而是在深圳的世界之暢 哈哈哈哈 那個就一定是偽造啦 那個是假的 模仿的 那個就是純粹為了旅遊業的發展 而特地製造出來的 叫做一個縮景 這位十九教授是不是在說那個偽造 那個真是偽造 可能那個真是用 現代的運營土去製造的 哎真是 實情這個教授 不如問回自己 在文革時期來說 有多少中國的古文物 和歷史遺跡是遭受到大規模的破壞的 你說偽造 在文革以後 改革開放以後 為了發展旅遊業 有很多東西都是故意弄回頭的 根本上 在文革時期就被那些紅衛兵打爛了 或者是燒清了 到後來就弄回一個仿古的出來也有 而且弄得很肉酸的也有很多 所以這位教授 與其說別人的偽造是假的 不如你自己去看看 到底在中國境內有多少這樣的情況 更好 是不是 就算你說說了很多名山大村 才算 那些沒得破壞 自然景觀 問題就是 到後來要發展旅遊業的時候 很多的山頭上 無厘頭就樹立了很多的標語 畫像 又或者是一些電子報告板 是跟那個山頭格格不入的 或者是設置了一些喇叭 在播放一些極為騷擾的音樂 本來這些自然景觀就為之叫做人結地靈 一下子就破壞了整個風貌 那這位教授為什麼不去說 你就管別人的金字塔 根本就是把戰狼外交殺到學術界那裏 別人都未曾說你 在文革之後 所弄出來的復古文物是偽造 你就馬上說別人是偽造 你的證據又極為薄弱 很主觀 真是不知所謂 接著我們就看看另一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中國的秋沙船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自從去年6月以來 大量的中國秋沙船 湧到入馬祖周圍的水域下樓 從海藏挖起大量的海沙 以供中國建設計劃之養 其實這些海沙或者河滑上來的就叫河沙 就是製造水泥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材料 當然它本身也是可以用作建築材料 老透社就說 大陸的這種秋沙手法 令到台灣海巡署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因為海巡署 為了驅逐中國的船隻 就要執行24小時的巡邏 台灣的官員也說 這種特集式的採沙活動 還會造成很多惡劣影響 包括傷害當地經濟 破壞海底通訊電艦 以及威嚇到當地的居民和遊客等等 根據台灣海巡署的數據顯示 在去年全年 台灣在掌控的水域範圍 驅逐了接近4000艘的中國秋沙船和運沙船 多數都是接近台海中線的地方 比起2019年整年驅逐了600艘中國船的數字 暴增了5.6倍 當然在數字上就很誇張了 老透社就形容 這種就為之叫做灰色地帶戰爭 即是說 那個目的就是要消耗台灣方面的資源 侵蝕台灣部隊的意志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說法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分分鐘 秋沙才是真正的原因 反過來說 消耗台灣方面的資源 或者是老透社所說的灰色地帶戰爭 就是秋沙的副作用 因為大陸對於這些 河沙或者海沙的需求 是日益地上升 但是無論是海沙或者是河沙 它本身都不是一個 不可枯竭的資源 它都需要很長時間的累積和沉澱 才會在海藏或者河藏那裡出現 事實上來說 在中國水域範圍裡面 有很多地方可以採用這些優質 海沙和沙的地方都已經採用過了 只是說在珠江口 去年有一個叫做 海沙的採礦區 竟然那個投標 嚇死你 那個合約批了出來 那個海沙採礦權 拍賣 是62億的天價 所以就證實得到 海沙和沙在大陸 就是有價有市的 偏偏在台灣海峽那麼敏感的地帶 就不需要再拍賣 或者批給什麼合同 總之有些旋位 你夠膽勇過去抽 你抽到就算是你了 你厲害了 是不是呀 所以 現在就出現了有這麼多這些 抽沙船去博猛了 真的是博猛了 因為他沒有規範 總之就撐住台灣海巡署的船不在樹 就拼命那麼抽 一見到人來的時候 他就馬上離開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這些抽沙船 他未必是主要目的來 干擾台灣 或者是消耗台灣資源 他主要目的可能就是為了抽沙 但是反而就帶來了一個副作用 就是搞到台灣海巡署要耗費大量的資源來驅趕 但是令到我最不明白的一件事就是 那麼多環保組織環保人士 口口聲聲就說要支持環保推動環保 但是 偏偏他們對於這一類的 採沙活動就是不聞不聞的 不要只是說台灣海峽那裏 就算說香港附近海域都有這些東西出現的 他們不說的 每個阿聰明都上身的 實際上都說 一搞這些採沙活動 對於海洋生態 是會造成 很嚴重的負面影響的 因為 你一抽的時候 整個海藏和河藏就是會破壞的 為什麼沒有人出聲呢?這些問題是 個個都看不到就算了 比如說那些瑞典的環保少女為什麼不說這個議題呢? 是不是? 你一邊說空氣污染 一邊說巴黎協定 你說一下這些 這些都是對於一個環境的影響來的 不是說你眼睛在裡面看不到的東西就當沒有發生 海洋生態也是生態 為什麼沒有人說呢? 那就是虛偽 雙重標準 所以為什麼我對於那些所謂的環保人士說呢? 我完全不會服你 整班人都是虛偽雙重標準 避重就輕 那根本上你就是不到位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